媒体出勇询问主权基金话题 台湾中央银行外汇存底 五千六百亿美元 规模是全球第四大 不过年收益率约百分之二点六 另一位提案修央行法 认为台湾应设立国家主权财富基金 并由外汇存底拨款百分之十 来指引好国化国有资产 如果说政府决定 决定审慎评估以后 决定就是说要设立主权财富 当然央行会支持 我们是持开放的 全球前十大主权基金 挪威政府退休基金资产规模 全球最大达1.37兆美元 不过资金来自原油出口收入 并非外汇存底提拨 第二第三大来自中国的主权基金 资金由外汇存底支印 全球第六大的GIC 裁员虽然乃自外汇存底 但也不是无偿拨款 尤其主权基金不是稳赚不赔 像是农威政府退休基金 2008年就曾经大亏 1670亿美元 万一赔钱又该谁负责 冒高风险然后去得到高获利 大马币的这个投资这个虚拟货币 结果他亏了据我了解 好像亏了57亿 那这个如果说是发生在我们主权基金的话 那这个就恐怕就比较 比较不容易跟社会来交代 是否应该效仿他国成立国家主权基金 各界看法不一 央行声明五大理由 强调不宜无偿拨用外汇存底 并建议独立于央行之外 就说他用他用编列预算来买 我们的外汇存底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呢 就说就像KIR 就像那个Bank of Korea这样子 他也可以委托他 据外界抨击央行投资绩效 杨静荣也拿出历年成绩 近八年每年上角国库 税入比率8.98% 又于瑞士央行的4.3% 日本央行的0.66% 新唐人的电视王冠领 省委同台湾台北报道